2023年3月24日,大脚星人理事会,现在地球上的两类人,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一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你们在悲剧和创伤时期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好像你们已经做了很多练习,当然你们也有。 自从你们开始化身为身体以来,你们已经经历了你们所能想象的一切,甚至更多,而你们中那些现在与人类同胞共存最艰难的人,是那些同意为集体承担最大责任的人,因为你们喜欢服务,你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能够胜任这项任务。 但你们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一点,你们并不总是认为自己是光明和爱的强大存在,因为很少有人以这种管道看待自己和他人。 正如你们所知,树立榜样是有帮助的,有一些例子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取得什么成就,你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会有所帮助。 因此,如果你们是现实在地球上生活不太艰难的人之一,我们建议你们一定要寻找指导和领导的机会,寻找你们可以树立榜样的方法,为其他人提供一个追随你们脚步的范本,同时尊重其他人的位置。 要知道,许多现在正在挣扎的人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走到你们现在的位置,这不会像你们只是淡手指或摇手指摆脱恐惧那么容易。 你们必须对你们的人类同胞有耐心,知道那些最挣扎的人也在为自己做最多的工作,或者他们为自己的人类同胞承担了很多。 你们都可以以不同的管道服务,在你们生命中的不同时刻,你们将以一种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管道服务,但总有办法提供帮助,总有一种方法可以把人从他们自己挖的洞里拉出来。 我们知道,如果你们能与我们和我们的传输产生共鸣,那就意味着你们想为我们服务,要有服务意识,把你们的光照得如此明亮,让别人注意到你们是如何做到的,你们是如何在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中保持高振动的。 做你们真正的自己,同时要谦虚,寻找服务的机会,但也要对那些你们想要服务的人保持耐心,放下你们的想法,期望,以及你们对从现在开始应该如何发展的职者,因为你们会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 你们也希望这样,在你们进化之旅的这一点上,在你们通往第五维度的旅程中,你们从来都不想把这一切都弄清楚,这是对你们时间的最佳利用,因为你们在等待你们的人类同胞准备好在人类意识的进化中迈出下一步。 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3年3月23日,阿斯塔,等待我们的邀请,传导Vanior Grogas,一者,扬声传导。 亲爱的地球兄弟们,我是阿斯塔谢兰,我们非常期待这一重大时刻,是什么重大时刻呢? 我们可以和你们中的一些人见面的时刻,许多人都在想,这将如何发生呢? 我只是告诉你们,你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要和谁说话,让你们的心保持明亮,保持你们对我们的尊重,并沿着永远朝着光前进的道路前进。 这将是一次身体上的会面,它不会是灵性上的,不会是通过梦,我们将在你们星球的表面上。 很多人可能会问我,但你们能锻炼身体吗? 是的,我有这种特性,我只需要渴望我的能量变成一个身体,它会的。 不要怀疑这一点,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一个人的心中,没有好奇心,没有把这件事变成大新闻的意图,没有想到它会出现在你们的媒体上。 这不是我们的意图,我们需要在地球上团结起来,我们需要有一个团队参与这项伟大的工作,这样他们的头脑中就不会有丝毫的怀疑。 很多时候,我们传递指令、想法、解决方案,但自我坚持告诉你们,这些都是心灵的东西,它们不是来自上面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不能让这次会议变成那样。 它必须是物理的,这样你们才能相信,你们的思想不会操纵别人告诉你们的。 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是什么呢? 开阔的胸怀和宽阔的胸怀,人类的第五维度之旅才刚刚开始,要想有效地实现全球觉醒,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来改变思想和结构。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身体接触呢? 请放心,这种联系将发生在那些首先有发言权的人身上。 对我们来说,与那些在人类面前没有发言权的人站在一起是没有用的。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是统治者,我们已经与统治者进行了接触,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也不是所有人都会遵守我们的指令,但我们已经很清楚了。 因此,这次会议将与那些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个别立场,但有发言权的人会面,声音传播到大量的人。 这些存有将如何被选择呢? 通过他们的心灵,通过他们的轨迹,通过他们开明的思想。 不,我们没有评判任何人,因为如果我们进行评判,你们自己会说你们不值得与我们接触,因为你们会指出自己身上的太多缺陷,你们会认为自己不配与我们见面。 没有评判,不是对我们来说,但每一个被选择的人,当然,在很久以前,在亿万年前就已经被选择了。 在这个化身中,这不是现在选择的任务,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灵魂任务,现在是他们执行的时候了,真正实现他们在亿万年之前应该做的事情。 你们怎么知道这些人会是谁?每个人都会收到邀请,这并不重要,我们知道每个人在哪里,我们知道如何联系每个人,每个人都会被邀请与我们在一起。 这也无关紧要,你们脑海中最大的困难是停止设定障碍,停止在你们必须做的每一件事上设定障碍。 你们总是用石头开辟一条道路,穿过危险的地方,然后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创造一条宽、阔、明亮、干净、美丽的道路呢? 所以,创造这条通往我们的道路,不要设定障碍,因为我们知道并且确切地知道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问题,我们将知道如何克服他们,到达每一个选择的人。 重要的是要说,那些更谦逊的人将被选中,谦逊只没有充分的自我意识,那些自我不再主宰自己道路的人,因为他们将有发言权。 是的,他们将成为我们的代言人,但我们不会揭露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知道怎么做,我们不会暴露任何人,因为这对每一个被选中的人来说都是危险的。 我想对你们说,你们不会意识到这些人是谁,他们每个人只需要一件事,沉默,不要在我们面前暴露自己的状况。 正如我所说,那些不再有完整自我的人将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会的,这将是一项巨大的责任,所有这些都将传递给他们。 比方说,我们将在地球上拥有一支伟大的军队,一支有思想的军队,一群人将采取行动,在这个星球上传播光与和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会逐渐暴露出来,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一个伟大的安全项目,只有当所有没有光的人都被从地球上清除时,这才会发生。 那么他们就可以自然暴露,这不是一个荒谬的项目,也不会伤害每一个被选中的人。 为什么我们称他们未被选中的人呢? 因为他们所有人都经过了大量的分析,以了解他们的灵魂行走,以及他们很久以前与我们达成的协定。 没有人因为这个化身而被分析,这是一种灵魂分析,而不是人类分析。 让我们这样说吧,所有被选中的灵魂,很久以前就和我们达成了这个协定。 值得重复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做好了到达这里的准备,尽管他们可能不这么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们认为自己不纯洁,不值得,但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类,而是灵魂。 犯了错误的灵魂,做了许多与光相反的事情的灵魂,但在这一过程中的某个时刻,他们开始将自己从这一切重解放出来,并确保他们在现在到达,为伟大的使命做好准备。 所以,期待我们的消息,不要让自我充斥你们的头脑,啊,你们被选中了,你们会被选中的,你们越担心谁会成位或不会成位,这只会伤害你们自己的行走,邀请的正确时机将会到来。 不要着急,一切都将在正确的时间进行,这一刻不是你们自己创造的,而是在项目中,地球扬升计划,然后,你们将被召唤到你们的岗位上的那一刻就会到来。 可能是现在,也可能是几年后,这并不重要,一切都会在正确的时间发生,每个人都在为此做好准备,只要注意你们的散步,压扁自我,相信此时只有一个方向可以遵循,光明,剩下的将在适当的时候降临到此时化身的每个灵魂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